这事又被欺负了吧 也不知道能源组那几块料 真是 就看着怪可怜的 是吗 我怎么看他想把我做的劲儿 等着宣战呢 你怎么又被撼住了 咖啡 把上面的数据整理成XR发给我 对不起 我做不了 你找别人做吧 为什么做不了 因为我不想做 我说过了吗 工作不会因为你的想象而改变 对 你说得没错 但我是来工作的 不是浪费生命的 你觉得做这些是在浪费生命 如果只是为了做这些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地通过考核 如果你需要的只是一个打杂的人 那么什么专业都可以 不一定非要是学金融专业的 好 高思聪 你来了这么多天 难道什么都没有学会你 不 我至少学会了 你累了 忍耐 忍耐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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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 今天要提前下班啊 对啊 既然已经看清现实了 留下来没什么意思 你呢 跟我一起做忙 我是说难道是不走 要不然一起吃个饭 或者陪我去喝一杯什么的 听起来还挺诱人的 不过还是算了 我还有事情要做呢 那个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之前给我的建议 你说得对 有的时候确实应该以退为进 看来 这豆饭是约不成了 那就 各自加油 来 万总 来来来 来 来来 来 农业基地的相关材料 我们都已经发给余总了 您可以放一万个心 余温丽是咱们公司 最好的投资人之一 一定可以帮您把项目推上正轨的 来 吴总啊 既然是你推荐的人 我相信一定错不了 但是你应该知道 在我心里 最好的投资人只有你一个 其实我们也不想这么做 这 我明白了 是由不能说的苦衷啊 来 吴总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知道为了这个项目 你所遭受的挑战和非议 肯定远远超过我所能看到的 我敬礼呗 应该的 应该的 谢谢啊 信任是相互的 我们也谢谢您 万博士 好 费尽心血带起来的项目 轻易就被公司转给别人了 这种事怎么就能接受得了呢 要是放在我身上 我肯定提出辞职